出生在五座世家 天生六指 传承了世代五座技能 成为一位现代的刑警法医 欢迎收听六指法医 敬请订阅 点赞 分享 第187集 执行命令 陈可欣用不容辩驳的语气说道 凶手用这些老鼠杀害的死者 老鼠身上很可能留有凶手的指纹 不将这些老鼠全部收集到 我们会遗失重量的破案线索 林哥 老鼠杀人 你没开玩笑吧 马如龙看着我 显然对陈可欣说的内容不敢相信 你觉得陈队会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吗 我没好气地说道 赶紧去办吧 就算被老鼠咬了 也可以打狂犬疫苗 好吧 马如龙垂头丧气地叫来几个警员 跟着他 去衣帽间跟厨房抓老鼠 听到里面稀里哗啦的声音 可想而知 马如龙他们跟老鼠的搏斗有多么的激烈 我单独将陈可欣叫到走廊说道 陈队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想和你分析分析 你说 假设凶手是死者的手人 用某种我们不知道的方式叫开了死者的家门 又用残忍的方式将死者杀害 他是怎么避开间动探头的呢 说完 我继续补充的 从现场检查的痕迹来看 死者的死亡原因非常清晰 如果我是凶手 用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杀死死者之后 应该会掩盖现场的杀人痕迹 起码要转移尸体 陈可欣一脸狐疑地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 现场留下的种种痕迹 是凶手故意为之 说不好 或许凶手是第一次杀人 慌乱之间没有想到做这些 我斟酌了一会儿说道 我觉得吧 这件案子 没有表现在我们面前这样简单 或许死者死亡背后 隐藏着我们不知道的另外线索 几位警官 我回来了 说话间 电梯门打开了 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 从里边走了出来 中年人与其交集 但我看他的目光 有些不以为然 你是庄栋梁 陈可欣试探问道 对对对 我是庄栋梁 名叫庄栋梁的中年男人 自我介绍身份 与其痛苦地说道 百威怎么会死呢 他从来不和人结怨啊 几位警官 你们可要尽快将案子破掉 找到凶手 为我老婆报仇 庄先生 抓住凶手是我们警方的责任 现在 我有几个问题需要问问你 陈可欣掏出纪录本 开始录口供 询问庄栋梁是哪天出差的 之前白威有没有什么异常反应 平时 夫妻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 我俩关系挺好 白威之前也没有任何的古怪 庄栋梁柔柔太阳穴 不耐烦地说道 抓住凶手是你们的事情 你总问我干什么 我工作忙得要死 每天和白威见面的时间只有晚上 对他了解的不多 你可是死者丈夫 你不了解他谁了解他 见庄栋梁一副挨搭不理的样子 我心中很是奇怪 这样的表现 不应该出现在一个丈夫身上 谁规定做丈夫的 就一定要了解老婆的一切 庄栋梁反问道 陈可欣不动声色地说道 你不知道白威私下里的情况 总该知道 白威在工作当中 有没有和别人发生过冲突吧 这我就更不知道了 庄栋梁一脸为难地说道 白威的公司是跨国企业 按照他的说法 公司里的大事小情都属于机密 有几次我随口问了问 没想到白威警告我不要乱问 看他的样子 好像我是竞争对手 派来的商业间谍 说起工作上的事 庄栋梁打开了话匣子 滔滔不绝地向我们抱怨着 自从白威成为这间公司的财务主管 每天过得神神秘秘的 工作的时候 白威会将自己单独关在书房 电脑和一些重要文件都会加密 五百强公司又怎么样 我也是大公司的员工 这些东西有什么稀奇的 庄栋梁不快地说道 好了 你先进去看看吧 陈可欣打断张栋梁的抱怨 让他进去看一下白威的尸体 确认死者是不是的老婆 卖儿 进去看了一眼 庄栋梁吓得瘫坐在地上 随后 庄栋梁手脚并用地爬到走廊 胆战心惊地说道 死得也太惨了 是谁这么残忍啊 凶手是谁 我们警方还需要调查 如果你想起什么重要的线索 请及时联系我们 说完 陈可欣叫来两名警员 将庄栋梁带到一旁冷静 陈队 这个庄栋梁有问题啊 我低声说道 陈可欣不置可否地说道 你觉得 他哪一点有问题 具体地说不上来 我感觉他对白威的死亡 好像有点漠不关心 甚至有点解脱 我回忆说道 刚才庄栋梁语气交集向我们询问 白威是被谁杀害的 但是在他的微表情里 却有着一丝的放松 我也看到了 陈可欣附和着我的话说道 不许夫妻二人之间的感情 已经破裂 你没听庄栋梁讲 白威在工作的时候 对他严防死守 夫妻二人互相提防 这是婚姻破裂的一个明显先兆 陈队 我真的定不住了 马如龙狼狈地从衣帽间里出来 身上满是大汗 就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据马如龙所讲 躲在衣帽间里的老鼠 个头极小 大约只有两根手指那么长 每一个都异常狡猾 众人使出了浑身解数 也才抓到一只 其他的老鼠尚未抓获呢 陈队 我建议还是等 补水公司的人来抓他们吧 马如龙兴兴兴地说道 这些老鼠已经受到了惊吓 在被人追捕 只会愈加疯狂地逃窜 万一把他们逼急了 咬伤咱们的队员就糟糕了 我再想想 陈可欣神色凝重地来回踱步 我明白陈可欣的顾虑 她是担心 捕鼠公司那些人 会使用暴力手段将老鼠抓住 老鼠是凶手带来的 上面沾有凶手的指纹或者痕迹 如果被捕鼠公司的人破坏这些痕迹 即便抓住老鼠 也将无法为我们提供线索 这些老鼠灵敏异常 凭警员们的本事 很难将他们全部抓住 要是在此过程中 有几个警员受伤 恐怕会得不偿失 要不让我去试试 思来想去 我决定毛随自荐 农村到处都能看到老鼠 每家每户都会准备捕鼠龙这类的东西 恐怕被老鼠糟蹋粮食 虽然我不敢称是捕鼠高手 但是对于捕鼠还是有些心得的 起码比这些在城里长大的警员要强 林哥 你行吗 那些老鼠狡猾的厉害 你千万别逞的啊 马如龙忧心忡忡地看着我 讲述刚才他带几个人进去捕捉老鼠 谁料老鼠个个比鬼都要狡猾 一旦他们有大的动作 老鼠就会窜得无影无踪 不是跑到屋里的角落 就是爬到衣帽间的柜子上 大家气喘吁吁 却一无所获 没事 我先进去试试 实在不行啊 再等部署公司人过来 为了防止被老鼠咬伤 我特地带了三层手套 将脚部和手部用绳子绑上 防止在捕捉老鼠时 老鼠顺着这些缝隙钻进去 把我咬伤了 林人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陈可欣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只 帆布袋交到我手上 他让我将老鼠抓到以后 将它们丢在我里面封好 我拎着帆布袋 小心翼翼地打开衣帽间的门 走进去时 我刻意放缓脚步 避免惊动受惊过度的老鼠 刚刚进去 我便听到了老鼠特有的叫声 衣帽间的柜子上面 蹲着两只老鼠 在我面前不远处还有一只老鼠 这些老鼠大约有两个食指那么长 体型不算健硕 应该是刚刚成年的老鼠 之前我推断 凶手用残忍的手段 将老鼠一个个塞到死者喉咙里 现在看了这些老鼠的样子 我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测了 这么小的老鼠 很容易就能被塞进去 如果体型较大 反而会被卡在食管当中 几只老鼠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做好了随时逃窜的准备 我将翻步袋小心地放在地上 从兜中掏出吃剩的半块巧克力 放在翻步袋前面 几秒钟后 一只老鼠快速向巧克力爬去 在我的注视下吞噬巧克力 其他的几只老鼠嗖了一下 从柜子上面跳了下来 紧接着 跟这只老鼠 疯抢剩余的巧克力残渣 趁此机会 我抓紧了翻步袋口子 用力将几只老鼠全抓了进去 我迅速封好袋口 在衣帽间里又找了几分钟 确定没有漏网之余 这才从里边出来 林哥 你可以啊 马如龙惊诧地竖起大拇指 说道 我们这么多人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有抓到 你进去一会儿 就把他们全部都给逮到了 老鼠和人一样 不给点好处又几回上钩啊 我淡淡一笑 将翻步袋丢给马如龙说道 厨房里的那些 按照我刚才的办法去抓 我将如何用老鼠进入袋中的方法 详细地告诉马如龙 让他找些能够散发剧烈香气的食物 放在袋子口 然后什么也不要做 就静静地等着 老鼠一定会承受不住诱惑 主动往袋口前面跑的 半小时后 尸体和捕捉完的老鼠被带回了警局 陈可欣带着这些老鼠 去化验部门做鉴定 我将尸体推回解剖间 对尸体脏器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虽然尸体身体器官被破坏得非常严重 但多少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师父 死者身体里没有任何食物残渣 看样子 他起码有24小时没有进食 米丽配合我验尸 提出一个看法 他认为死者死亡之前 被凶手虐待过很长时间 否则胃里不会没有任何东西 有可能 但不一定正确 我孝道 你们都市女人都喜欢结实瘦身 美水白尾也是其中之一 我的孤命女儿啊 妈妈对不起你 不该让你嫁给那个混蛋啊 你要是不嫁给她 也不会死得这么惨 解剖间外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哭喊声 同时还有不少人的声音 此起彼伏地交织在外面 我让米丽继续解剖尸体 摘下手套 走到法医办公室 打开房门看着外面 走廊上站着一大群人 一名中年妇女倒在地上哭天磨乐 嘴里大喊大叫女儿死的冤枉 旁边一名穿着体面的中年男人 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试图拉她起来 你是法医对不对 我要见我女儿白威 中年女人看到我出来 马上从地上爬起 抓着我的胳膊 要求见白威最后一面 阿姨 解剖还没有结束 你现在不能见死者 陈可欣好说歹说 才让中年女人放开我 我整理衣服说道 请问你们是死者的父母吗 对对对 我们是白威的爸妈 中年男人痛苦的表情中流露出一丝歉意 说道 法医先生对不起 我太太太伤心了 刚才有什么冒犯的 还请您多多见谅 我用理解的口吻说道 谁家孩子遭遇不测 家长心情都会非常伤心和痛苦的 我理解 陈可欣将我拉到一旁说道 检察有结果吗 有一些 但是尚未发现凶手留下的指纹 以及其他痕迹 我压低声音说道 我只在死者的腹部 发现了少量的老鼠痕迹 同时死者胃部没有任何食物 积压的痕迹 也就是说 死者死前没有吃过东西 应该是这样 看来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谋杀 陈可欣阴沉着脸 转头说道 叔叔阿姨 你们想见女儿的心情 我理解 但凡事都要按照规矩来 懂事替解剖完成 你们就可以见到 现在 请两位跟我去一趟会客室 我有点事情需要问你们 只要能替我女儿报仇 你们想问什么我都说 中年女人在老公的搀扶下 跟着我们朝会客室走 来到二楼的会客室 恰巧庄栋梁刚刚结束问询 和这对夫妻撞了个头 庄栋梁 你这个畜生 我弄死你 中年女人像发疯一样 张开双手 去抓张栋梁的脖子 我们吓了一跳 没想到白威母亲会突然情绪失控 庄栋梁愣了一下 随即抬手将对方推开 没好气地说道 岳母 你这是什么意思 白威的事 我和你们一样伤心 可你也不该把火气发在我身上 毕竟我也是受害者 我呸 中年女人用力朝庄栋梁吐了一口 说道 你是受害者 简直是胡说八道 我女儿死了 最开心的人就是你 你终于可以和那个小妖精 双宿双膝了 对不对 第188集 岳母 说话要讲道理 你这是对我人生的污蔑 庄栋冷着脸冲我们说道 几位警官 我邀请你们保护我离开这里 不然我担心 他会对我做出不利的举动 你们两个 带庄先生先去楼下休息 陈可欣果断下令 让两名警员护送庄栋离去 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感觉庄栋跟白威的母亲之间 好像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 这种仇怨必定积压了很久 随着白威的死 彻底爆发了 庄栋梁走后 白威父母在我们的劝说下 来到了会客室 两人刚刚坐下 白威母亲便开始臭骂庄栋梁 庄栋梁就是个白眼狼 如果不是我女儿 她哪有现在这种体面的工作 我女儿嫁给她时 已经是外企的精英员工 她不过是个小公司的破制员 她不仅不知道感恩 反而在外面沾花惹草 你们说她是不是畜生 沾花惹草 听到这句话 我跟陈可欣兜愣了一下 随即我俩互相看了看 我开口问道 阿姨 您说庄栋梁在外面沾花惹草 有什么证据啊 有 白威母亲从兜中掏出手机 翻出一张照片 展现在我们面前 照片拍摄背景是在一条商业街 一男一女手拉着手 站在街上 男人正是庄栋梁 庄栋梁旁边 是一个长发披肩的女人 由于女人背对着镜头 我们无法看清她的长相 仅凭照片的背景 和两人的暧昧举动 大概能看出来 庄栋梁和这个女人关系很好 两人以手拉手的方式 站在街上 庄栋梁的脸上 露出开心和愉悦的表情 这张照片是你们拍的吗 陈可欣问道 白威母亲摇头道 不是 是别人发给我的 别人发给你的 陈可欣皱眉想了一会儿说道 是照片里的这个女人吗 应该就是她 白威母亲用愤恨的语气说道 除了那个贱人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把这种照片 发到我手机上 你们想想 现在的小三多嚣张啊 为了尚未逼走原配 他们什么事情不敢干 我插话说道 也就是说 你并不确定照片 是不是那个女人给你的 这个还能确定吗 根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白威母亲用不以为然的态度说道 我女儿不愿意和庄栋梁离婚 庄栋梁 就对我女儿进行冷暴力 天天深根半夜回家 有什么事情 也不跟我女儿商量 我猜 她是要用这种办法 把我女儿逼疯 进而和她离婚 我女儿又岂是一般人 哪会让他们的阴谋诡计 这么容易实现 薇薇拖着不跟庄栋梁离婚 庄栋梁这个畜生 一定是凶性毕露 杀死了我女儿 阿姨 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我认真说道 根据现场的师班比对 你女儿死亡时间 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那个时候 庄栋梁正在外地出差呢 有充足的时间和人证 证明她不是凶手 就算她不是凶手 那个小三也一定是 你别说了 白薇父亲苦涩地说道 破案由警方负责 咱们在这胡乱猜测 有什么用 还是听警方的判断吧 你这个老东西 真是个废物 女儿死了 一点都不着急 我看你也是个渣男 白薇母亲非常强势 不仅咒骂 庄栋梁和她情人 不得好死 还对白薇的父亲 横眉冷对 白薇父亲 似乎已经习惯了 老婆的态度 低下头沉默不语 庄栋梁这个废人 也是鬼迷了心窍 自己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啊 白薇母亲 阴阳怪气地说道 庄栋梁 连男人都不是 靠在她身旁的女人 又怎么会喜欢她 那个小贱人 接近庄栋梁 无非是为了她的钱 我脸色微变 说道 阿姨 麻烦你把刚才那句话 详细解释一下 这庄栋梁 怎么不是男人了 他就是个活太监 跟我女儿结婚六七年 连一儿半女 都生不出来 不是废人 是什么 白薇母亲 阴毒地说道 令人 陈可欣冲我 使了个眼色 将我叫到 惠客室外边 站在走廊上 陈可欣 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觉得这些案子 会不会是情杀 不太像 我正色说道 白薇母亲笃定 庄栋梁身体有残疾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 跟在庄栋梁身边的小三 为的只会是她的钱 而不是她的人 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 是不会把自己 牵扯进凶杀案里的 我跟你想的一样 如果小三 对庄栋梁爱的思绪活来 或许会亲自出手 杀了白薇 但听他们的说法 那个女人靠近庄栋梁 只是为了钱 这样一来 情杀理由就不成立了 陈可欣仔细分析道 对了 询问庄栋梁的电子笔录 已经发到我手机上 你先看看吧 我接过陈可欣的手机 仔细看着上门的内容 根据庄栋梁的口供 一个不一样的白薇 出现在我们面前 据她所讲 白薇这个人性格非常怪异 工作时 对庄栋梁严防死守 生活当中 对庄栋梁也是格外的严厉 每当庄栋梁想和她 做一些亲密举动 都会被白薇 毫不留情地训斥 依照庄栋梁的说法 她跟白薇之间的关系 根本就不像是夫妻 更像是主仆 白薇心情好了 会对庄栋梁露出笑脸 如果心情不好 就会用各种尖酸的语言 辱骂庄栋梁 庄栋梁最后交代说 她怀疑白薇 会有某种精神方面的疾病 由于她非常害怕白薇 因此 不敢向白薇建议 去医院做检查 陈可欣直接说出了 笔录的后半段内容 又说道 根据我们在县城的勘探结果 白薇个人物品 没有丢失 不过有一件事 我感觉很奇怪 白薇从小学到大学 竟然没有一张同学合影 我们在她的手机里 也没有发现任何 标有同学二字的人名 或是通话记录 这怎么可能呢 我惊愕地说道 人的一生中 在学校的时间 长达十几年 就算白薇生性良薄 也不可能和所有同学 都断绝来往啊 陈可欣说的事情很可疑 我听了以后 不由自主地陷入到沉思之中 白薇从小学到大学 都没有毕业合照 这件事显然很反常 在我们那个时候 拍摄毕业照 属于半强迫性的一种活动 一个阶段的学习结束后 全班同学和老师 都会聚在一起 拍照留念 就算白薇有事 无法出席 某一阶段的毕业典礼 可是从小学 初中高中到大学 四个阶段的毕业照 白薇竟然都没有 这非常的不对劲 可能在白薇年幼时 精神受到过创伤 导致性格孤僻离群 我想了一会儿分析的 陈队 你觉得会不会是 白薇幼年时 曾经跟人发生过冲突 因为他的怪异脾气 给对方造成了 重大心理创伤 成年以后 那个仇人 对白薇下了杀手啊 这也是一条思路 但是具体的情况 我们还要进一步地调查 陈可欣说道 正好白薇父母都在 我们可以以调查的名义 让他们两个配合我们 说说白薇年轻时的情况 从他们的言语当中 获取一些线索 就这么办 我点头表示赞同 紧接着 我们两个人推开门 重新进入到辉客室里 白薇的母亲 还在不停地咒骂装动量 并且一句都不带重样的 白薇父亲脸色异常尴尬 估摸着 应该是想找条地缝钻进去 见到我们进来 白薇母亲不耐烦地说道 两位 你们现在怎么还不行动啊 庄栋梁一定有问题 就算不是凶手 也肯定知道 是谁杀了我女儿 阿爷 如何破案 我们警方自有章法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全力配合 我们警方的调查 陈可欣不假辞色地说道 据庄栋梁所讲 你女儿患有某类精神疾病 平时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苗头 又或是白薇小时候 受没受过什么创伤 没有 绝对没有 白薇母亲斩钉截铁地说道 一定是庄栋梁 故意抹黑我女儿 想着要混淆视听 你们可千万别信她的话 我女儿从小就是好孩子 每次考试都是第一 老师和同学们都喜欢她 既然你女儿在学校里这么受欢迎 那为什么我们在案发现场 没有找到她的毕业合影啊 我直入主题询问白薇父母 白薇为什么从小学到大学 这个阶段 连一张毕业合影都没有 并且手机上 也没有任何同学老师的联系方式 白薇母亲变得支支吾吾的 与刚才那副伶牙俐齿的模样 截然不同 沉默不语的白薇父亲叹其道 唉 这个问题 还是我来说吧 陈可欣正色道 白先生 警方问你们这些 并不是好奇你们家装隐私 而是为了从中寻找到线索 希望你能认真回答我们的问题 不要有一丝隐瞒 你一旦隐瞒了 很可能对我们警方的侦破 造成阻碍 你放心 我不会有隐瞒的 白薇父亲语气低沉地说道 薇薇小时候性格的确有些怪 别人说她是骄傲的公主 眼睛里目中无人 但我们当家长的并没有这么想 认为这孩子心高气傲 不愿意和学习不好的同学交往 她不去拍毕业照这件事我们知道 但是具体原因我和白薇母亲并不清楚 小学六年级毕业时 白薇突然说肚子疼 躺在家里的床上打滚 心疼女儿大老 替她向学校请了假 没有去拍小学毕业照 到了初中毕业 白薇竟然又犯了肚子疼的毛病 这一回 白薇父亲觉得不对劲了 坚持要带女儿去医院检查 谁知这句话像是点燃了火药桶 躺在床上呲牙咧嘴的白薇 突然坐了起来 说她是装病不愿意去拍毕业照 理由是 不想和那些低智商的人交流 白薇父亲劝了几句 但是根本改变不了白薇 白薇母亲心疼女儿 认为女儿说的没错 和那些没出息的人拍毕业照 一点用处都没有 自那以后 高中和大学毕业 白薇都以生病为借口拒绝参加 伴随着两人的描述 一个骄傲的公主形象 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 白薇一定是那种盛气凌人 喜欢主导一切的强势女人 不过仔细想想 我又觉得有些不对劲 如果白薇因为高傲 不屑于同学们拍毕业照 那为什么要嫁给没本事的装动良呢 按理来说 像白薇这样的女人 即便要嫁 也只会嫁给社会上的精英名流 年轻俊才 庄动良要长相没长相 要事业没事业 白薇这种天之娇女 根本就不会选择的 偏偏白薇不仅选择嫁给庄动良 并且还和她一起生活了好多年 即便是知道装动良有小三 白薇也没有选择离婚 怎么想怎么觉得奇怪 在我沉思之际 陈可欣说道 叔叔阿爷 你们有没有白薇同学的联系方式 没有 夫妻二人同时摇头 说白薇不愿意和同学们交往 夫妻二人顺着女儿性子 也没有留同学们和老师的联系方式 如今案情毫无进展 想要找到白薇的死因 必须进一步地 查清白薇的社会关系 以及人际交往方面的情况 陈可欣显然在这方面做了打算 送别白薇父母之后 通过白薇的档案 联系到了白薇曾经就读的初中学校 通过初中老师手里的联系方式 取得了白薇初中同学 所见的班级群号 望着电脑上的班级群 我在旁问道 陈队 您感觉 真能从他们嘴中问出 白薇的人际关系情况吗 我不确定这么做有没有用 如果按照白薇父母的交代 白薇很少与同学们联系 那即便是进入了这个班级群 所能获得的资料也很少 退一万步讲 如果我之前的推测成立 伤害白薇的 是他曾经的同学 警方进入班级群进行调查 势必会打草惊蛇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试一试了 陈可欣无奈地说道 白薇父母与他丈夫 庄栋梁之间的笔录 出入极大 一个说庄栋梁杀害了女儿 另一个说是 白薇有精神疾病 不知不觉间得罪过人 最后惨遭横祸 两个口供都无法为我们提供 有利线索 如果不找第三条渠道 这件案子 恐怕要拖延许久 说完 陈可欣点击入群申请 请不吝点赞订阅